你这么快就到了吗 真的等很久了吗 嗯 等了还好吧 你今天喊我出来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 我就是想了很久 嗯 我觉得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 然后我想带你回我家看一看 是吧 这样好吗 这都是很正常的 反正我都真诚一点 然后我就带你回去看一下 我是想去你们家看一下 问题是那好吧 要不问题是至少要买点东西去吧 买点东西吗 不用了 不行 那我去买点东西吧 我买点东西过来 然后你带我一起去 可以不 行不 买点东西 我去买点东西好吧 你站这里等我 我去买点东西过来 嗯 好 我先去了 哇 这就是去你们家的楼啊 太美了 我觉得 太美了 我觉得 太美了 我觉得 好美啊 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是不是很偏呢 很偏吗 有一点点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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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了 鸡虹吧 阿姨 哎 喝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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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喝茶 来 喝茶 来 喝茶 大家好 我是巴椒啊 跟刘依才相似 有五十来天啊 今天呢我终于就是去到了她家 我也就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是会去到她家 她家的条件呢 确实很差 真的太差了 有我想象中的海叉 我觉得吧 她人还是可以啊 她妈也挺热情的 她家里人都很好 可能吧 第一次啊 都觉得很好 还是要以后妈妈的相处啊 才知道一些东西 哎 我觉得挺开心的 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紧张 直到现在啊 我的心还是扑吞扑吞的 跳个不停 朋友们 你们觉得就是 就是与她家的这个条件 就是以后刘依才 她能给我过算好日子吗